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的TRNA是不一样的 那么组成TRNA的T5糖是核糖 然后它DNA的O糖是脱氧核糖 那么连接它的核甘酸 这个两个届是一样的 因为TRNA和DNA都是核甘酸的常年分子结构 所以它的组成单位都是核甘酸 核甘酸与核甘酸之间通过3片5片032届 七七连接 我跟大家说过 这个3片5片考过两次吧 是不是 好了 分子量 RRNA的分子量相差很大 从最小的TRNA只有2800左右 到最大的 大家注意了 这种是什么 RRNA甚至达到100次于10d6次方 M2也比较大 10d6次方左右 所以大家注意了 2RNA的分子量相差非常大 那么DNA它的分子量要比RRNA要大得多 它到了什么级别 2x10d9次方 你看看原来这个是10d9次方 这个10d9次方大了什么 大了2000倍 所以DNA的分子量要大 RRNA的分子量小 因此DNA的年次量大 所以它在提寸DNA的过程中很容易断 你为什么 大了就长了嘛 长了你看看我提寸一个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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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提寸DNA的时候简不简单 不简单 为什么它分子量太大太长 容易断掉 提寸DNA呢 RRNA比较小 只有它两千分之一 比较短 所以它容易提 所以大家注意 做这些什么 核酸试验的时候 首先要在这个DNA进行提寸 所以提寸的过程中 哪个最难呢 DNA提寸就要难 RRNA提寸比较简单 其原因就是因为DNA太长了 它容易断RRNA分子量比较小 它容易提寸 所以大家注意 你们有水平提DNA 没水平提RRNA就这样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RRNA它的形状 RRNA的形状一般都是单链结构 所以叫做单链乌龟卷曲 DNA呢 DNA双多线结构 刚才我说了 它的二极结构 点心的双多线结构 好了 这个就它的特点 好了 大家看看 这DNA是不是双多线结构 RRNA的模板 你看做模板 RRNA就是单链结构 所以这就是DNA和RRNA的相互比较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构的物质是不一样 RRNA里面的RRNA 就是核酸体 组成核酸体的RNA 与核酸体蛋白构成核酸体 作为蛋白质合成的双数 那么DNA主要与主蛋白进行结合 那么对碱的水碱哪个敏感哪个不敏感 那么RRNA的酸性比较强 所以对碱比较敏感 所以能够进水碱 而DNA呢 酸性比较弱 不敏感 所以对碱不敏感 对碱的水碱不敏感 好了 碱基配对 碱基配对DNA是严格按照AT计算的配对 不含稀有碱基 RRNA呢 一般都是 遵守碱基配对的规则 但是也有些喊稀有碱基的 也就是TRNA 那么它就不遵守碱基配对的规则 因此TRNA 是喊稀有碱基最多的RNA 所以它的碱基中间 大约10%到20%的 这种碱基都是稀有碱基 也就是不论出现在正常碱基配对的过程中间 它是百动配对 所以稀有碱基 好了 它的RNA定位的部位是不一样的 RNA主要在报纸 定位呢主要在报纸 所以这两者两者不一样 因此这就是RNA跟定位的一般特性的区别 这特性级别因为比较简单 所以这一次印上考 这一次考了很多次 你们研究是呢 在我的印象中的合照考过 这个表格是跟大家规则中间 我自己跟他规则中间的 在脚印上面那个表格 大家看一看 好了 我们这里的第二个 这第二个就考的比较多了 那个的种类和功能 这个希望这个表格希望大家记住 在这个表格中间 经营上也考到这些内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整个RNA的种类 那么考到的经营上有这三种 一种是mRNA 一种是mRNA 一种是tRNA 就要转移mRNA 第三种是rRNA 哎 核糖的RNA 好了 大家注意它的功能是什么 新式RNA 当然是作为新式 来 知道蛋白质核成 作为蛋白质核成的模板 tRNA呢 是在核成蛋白质的过程中 把这氨基酸活化跟tRNA结合 转移到核糖体蛋白 作为核成的原材料 那么RNA呢 那么是在核糖体 作为核糖的核成的主分 作为我们蛋白质核糖的常数 它有个工厂 所以大家看看 这是作为工厂 核成蛋白质的工厂 这呢 云载体像卡车 这呢 作为模板 知道你核成的 所以这三种类型的RNA 都各自有大的功能 那么这样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大家注意 所有RNA的东西 那么含量最大的 应该是trRNA 所以rRNA 在所有RNA的比例 大概是84% 因此大家经常考虑 含量最丰富的RNA是什么 你就打rRNA 大家就知道了 好了分子量的大小 相差很大 从最小分子量的trRNA 2800 到最大分子量的mrt rRNA 大概10到60方都有 好了二级结构 mrRNA一般是单面结构 由于知道蛋白质合成作为模板 trRNA 大家等一会 我要跟大家重点讲的 叫三叶草样结构 那么rRNA 花状结构 什么叫花状结构 其他更不像花 像个微气罐子一样 一个小雅机 一个大雅机 这个微气罐子 这叫rRNA 好了大家看看 这就是我们说的tRNA 你看 运载工具 好了中间的 这个上面的 这上面的 这也有很多很多剪辑的 这上面的 这就是mrRNA 所以这三种rRNA 在这个图上面都有了 好了大家再注意了 我们特点有什么 mrRNA大家注意 刚刚合成出来 成为HNR不均匀和rRNA的手 五批匀有帽子结构 三批匀有多结二位 那么中间有月头密码框 现在一传密码 这是他的特点 这特点记不住不要紧 我专门 等一会下一张话题 要跟他讲 专门讲mr的特点 那么大家记住了 好第二个 是tRNA tRNA是喊西游检基最多的RNA 什么叫西游检基 等一会也要跟他说的 什么DHU反 这种西游检基 排塞反 这些西游检基最多的RNA 因为它占西游检基 占到所有tRNA减基量的 10%到20% 它还有DHU反 t排塞反 还密码字反 为什么有这些反 等会讲到RNA的时候 再跟他讲 好了rRNA呢 它是 大家看看像个维系罐子 维系罐子上边是小雅基 下边是大雅基 怎么合成的 等会再跟他说 好了 这就是我们跟他讲的RNA的种类 环多 这是最长头的 也是最重要的三种RNA 还有其他的RNA 等会在后面跟他说 好了 大家看看mRNA 主要在包核和包子 那么tRNA在这包子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遗传信息的携带负质 在哪儿在包核中进行 蛋白质核成在哪儿进行 在包子中进行 所以你看看遗传物质在核内 蛋白质核成部位在包子 所以一定有一个物质 那么把这个什么 核内的帝国的信息 携带到包子中间来 那么其这个罪主要做呢 就是什么 信使作用的 叫信使二人 所以信使二人就这么来的 所以他就从包核 穿越到包子 来知道你包子中的蛋白质合成 好了 这个就是RNA的种类和功能 好了 好大家注意了 这个表格中间有五个罪 我跟他讲的五个罪 跟他消解一下 哎大家什么 做题之够用去信了 第一个 含量最多的RNA是RNA 在所有RNA总量的80%以上 第一个罪吧 永远考虑 第二个分子量最小的RNA是TRNA 它的分子量是2800 其他的都是10d6次王级 其中这个DNA可以达到10d9次王级 所以分子量最小的就是这个2800的RNA 那么就是TRNA 好了 和吸油碱基最多的RNA是TRNA 所以TRNA 吸油碱基大约占10%到20% 所以是和吸油碱基最多的RNA 好了 半衰期最短的RNA是信使RNA 它的半衰期在数分钟 几分钟到几个小时 哎 所以它的半衰期最短 那么种类最多的RNA是mRNA 哎 大约十几种 十几五创组 所以这就是五个罪 这五个罪 都吸上考虑 所以大家就把这五个罪 记得是个一块儿记 对比这一切记 这样大家就不用忘记啊 好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RNA的特点 这五个罪 就是这个表格中心 接上考它的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 好了 我们再来一个个讲 三种内心RNA 第一种就mRNA mRNA 大家注意刚刚合成出来的这个不叫mRNA 它叫hRNA 也就是不均一核RNA 也就是成熟RNA的前提 所以它终于有这样一个过程 刚刚合成出来 你比如说经过DNA 转楼的时候 合成出来的mRNA 那么这个时候 刚刚出来的 刚刚新线出楼的 那么就叫hRNA 也叫不均一核RNA 最后去头去尾去中间的内涵字 变成成熟的RNA 那么这个我们就简称mRNA 所以大家就可知道了 经常出题目中说hRNA是mRNA的前提 这句话对不对 对的 这个就是它的什么 合成出来的mRNA叫hRNA 那么经过修饰之后 诶 成熟了 那么就变成了mRNA 所以我们在遗传信息的传递 诶 mRNA的下架工修饰之后 还会跟大家讲hRNA 这么变成成熟的mRNA 那么怎么变成熟的mRNA 大家看看这个图 下面这个图 所有的这个图 从左边到右边 你看五片单有个帽子结构 三片单有个多结果 那么这也合起来一体 这就叫hRNA不均匀和rRNA 刚刚合成出来的 不成熟的这种rRNA hRNA就是这种内心 诶 大家看看 五片单的这种帽子结构 它的表示法叫mg 三对p 一个n mg这是什么 g甲g g一个鸟漂亮 后面三个ppp 这三个3.3n 那么就是合干 所以它这个五片帽子结构 那么它的中文意思就是 鸡甲鸡 料飘零 303合干 那么三片单 大家看看 就四个a 那么多具现干三 这些三片单 所以你看看四个a 那么就是a是现干三 就是四个现干三 多具现干三 所以五片单 开始一个帽子 三片单一个尾巴 所以叫五片三片帽子 五片单的帽子 三片单的尾巴 所以这就是它的什么 不成熟的 这种 去nrl 那么它的点心特点 你看 就跟这个成熟的rl 就会不一样 就这个特点 好了大家注意了 这些中文 这个英文要不要大家记 我只能跟大家这样说 中文英文都经常 都经常考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东西 五片有帽子 三片有多结尾尾 这是mrl的独特表现 并且mrl说 未成熟产品 需要二人 不需要二人 好了大家就问了 哎 再讲的成熟 又会是什么 成熟的时候 大家注意 把这五片单的帽子结构 三片单的尾巴 都要给干掉 所以五片单去帽子 三片单去尾巴 好大家仔细地看这个动画 你看看怎么去掉的 就这样干掉了 哎 五片的帽子去掉 三片的尾巴去掉 好了中间就没跟他说出来 中间其他还有去除类涵子 啊 这我在 哎 这我在什么 信息传递的时候 再跟他讲 哎 去除类涵子 连接外线子 哎 这个头就没有画出来 所以我在将来的时候 讲到信息传递的时候 哎 转路之后的 哎 mrl修斯再跟他讲 怎么去除类涵子 怎么去除 连接外线子 再跟他讲 好了大家注意了 哎 两头去头 去尾 中间去除类涵子 之外 连接外线子 这就是mrl修斯过程 那么修斯过程 好了 就成了这个 这就叫做我们 成熟的mrl 所以成熟的mrl mrl跟 mrl不成熟mrl 有什么区别 那么就是一个有尾巴 哎 一个有什么帽子结构 就是五片蛋 七三片蛋 各一个多个东西 中间还有类涵子 有这些东西的 就是mrl不均和mrl 那么没有这个东西 就成熟mrl 为什么 mrl刚刚合成出来 那么五片蛋 也有帽子结构 三片蛋 要多结尾巴 那么生物 每个东西 都是它的作用的 这些作用是什么 一个作用 大家注意了 没有考过你们职业医师 欣赏考这个东西 他说 hnr不均和mrl 为持续的mrl 那在这五片蛋 有帽子结构 三片蛋又多结尾巴 它的主要作用是干什么 它的主要作用有三个 第一个负责mrl 从核内向包子转位 我们刚才说了 DNA在哪儿啊 遗传信息基因在哪儿啊 在细胞核 而我们蛋白质的合成在包子 所以你个细胞核的遗传物质 怎么把这个信息传给外面的包子来合成呢 那么就靠信息二人的作用 所以它指个信息作用 那么就是把你这个mrl 从核内向包子进行转位 其这个作用 假设你把这个五片帽子结构 三片多结尾巴 干掉了 一个全数的mrl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马上就给mrl 给它随解了 所以它就保护 你这个什么 不让你随解 然后第二个作用就是 维持mr的稳定性 所以你假设有五片帽子 三片多结尾巴 那么这些mrl 就不能把它随解 就维持你的稳定性 让你从细胞核 向细胞核外进行转移 那么提供这种什么 把DNA信息 翻译给蛋白质身上去 好了 第三个换疫 控制 换疫的起死 我们说mrl 把遗传信息 从细胞核内DNA 携带这个 把这个遗传信息 到细胞外 知道蛋白质合成 在蛋白质合成 蛋白质合成 过程就是翻译 所以在起死的过程中 起个调控作用 所以这个一头一尾 五片的帽子结构 或三片的多结尾一尾 那么就主要起这个三个作用 这三个作用 没考过你们 这一次考了很多次 怕他今天考你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 好了 我刚才说了 在中间的这个密码区 我刚才说了 刚刚分泌出来的新鲜的 未成熟的homrl 那么中间还有内涵子 那么这些 这些都叫外线子 什么叫内涵子 什么叫外线子 大家注意了 在homrl中间 刚刚分泌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种骗蛋 这种骗蛋 在这种欢愈的时候 是不被欢愈出来的 也就是这些无用的骗蛋 就是多余的这些骗蛋 多余的骗蛋我要干掉 这些内涵子 所以在homrl中 不出现在相应mrl中的骗蛋 你比如说我这一个 这里再一个 这些骗蛋 我都要干掉的这些内涵子 也就是欢愈的是个不会 把它欢愈出来 但是它合成出来的有 这叫内涵子 什么叫外线子呢 刚开始在homrl中间有 在最后成为 随属的mrl中间也有 你比如说 有机机有谁 这遗传密码 这就是外线子 所以外线子定义 一定有什么 被欢愈 也被转移 被转动也被欢愈的序列 那么内涵子也被定义 被转动转动出来了 生成出来了 但是不被欢愈 哎 蛋白痴中间没有 不能最大蛋白痴合成 所以这些内涵子 跟外涵子之间的去面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mrl半帅器 我刚才说了 mrl半帅器是最短的 它从几分钟 哎 到几个小时都有 但是在所有mrl中间 那么它的半帅器最大 所以这个半帅器最短 我记得考过一次是不是 好了mrl不均一和rl呢 既有内涵子又有外线子 好了 我假如说mrl呢 它成熟了之后呢 那么就只有外线子 没有内涵子 你看看 这个就只有内涵子 没有外线子 大家看看 这成熟了 你看中间里面满去 这就是相当于外线子 所以你看看 这只有外线子 没有内涵子 那么这就是成熟的 假如在这里面中间 还有一些内涵子 哎 那么 既有内涵子又外线子 那就是熟mrl 不均一和rl 我随时mrl 好了 这个就是mrl 这rmg特性 考过很多次 希望大家重点掌握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03年这个诗题 大家看 含有吸有减基最多的rl类型是什么 含吸有减基最多的 哪个含吸有减基最多 tRNA tRNA含的吸有减基 占到所有减基的数目的 大约是10%到20% 所以含吸有减基最多的rl 应该是tRNA 正确答应应该打c 好了 大家再来看看第二题 既含有内涵子又含有外线子的rl 那显然是不成熟的rl 就跟rl不均一和rl也交 所以正确答应打d 好了 假如我这个题再给他变一下 我说 只含有外线子 不含有内涵子的rl 是什么rl 那就是mrl打b 所以这种题他怎么说 你就这么答 好了我再就这样说 我说分子量最小的rl是哪一个 打tRNA 含量最多的rl是哪一个 打a打rl 所以像这种题 他这么问就这么答 那么这种题都是他的经典字体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06年考虑这个字体 他说下跌关于mrl的叙述 错误的是哪一个 他问你哪个是错误的 打a 在核类有hnrl 简介修饰而成 我说了hnrl 这种不均一和rl 是mrl的什么前提 当然在核类 合成hnrl之后 可以经过简介修饰 成为成熟的mrl 所以单位正确 单位 整合生物的mrl中间 有帽子和多结尾尾结构 在五皮带有帽子结构 在三皮带有多结尾尾结构 当然是 不过直播是整合生物的什么mrl的前提 不成熟的mrl 去mrl不均一和rl 所以比相正确 好所以 生物体内的各种mrl的长度 不同相差很大 是不是我们刚才说了 从很短的到很长的都有 所以它相差很大 这个正确了 好答案底 是各种人物分子中 搬塞器最长的一类 对不对 应该是最短的一类 mrl 这什么mrl 它的搬塞器 可以只有几分钟到几个小时 所以它是搬塞器最短的一类 所以不是最长的哪个错误呢 正确答案打D了 D相错的 好了 答案1 其功能作为合成蛋白质模板 mrl当然是合成蛋白质模板 所以这是什么绝对正确的一个答案下 好了 正确答案D 这是16年了 考到mrl的这种特点 好了 我们接下来跟他讲一讲tRNA tRNA大家注意 首先了解它的一类结构 tRNA刚才我反复地说 它是分质量最小的RNA 因为它的长度只有74 到95个核干算 所以它的分质量最小 小到什么这么多 它的分质量只有什么 2800左右 tRNA tRNA也是含西游减基最多的RNA 它的西游减基占到它所有 减基量的10%到20% 那么这些西游减基包括哪些 假如今天考个字 X星期你会不回答呢 那么这些西游减基包括这三种内心 第一种内心DHU DHU叫做双氢尿米粒 大家注意不是尿米粒 尿米粒 这是它的什么正常的演技 双氢尿米粒DHU 不正常的西游减基 第二个是假粮米粒 假粮米粒的排散 所以 假粮米粒是它正常的演技 排散 假粮米粒是不正常的演技 西游减基 第三大也是假粮米粒 假粮米粒是不正常的 有一个产品 有简粮米粒 有加粮米粒 就是假粮米粒 就是假粮米粒 感兀米粒的隔壁 所以假粮米 一大都在转楼之后 修饰而沉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西游减基 西游减基 大家注意了 假如搞个二个问题 大家就把这四个东西都打进去 怕它考你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TRA的二级结构 考得最多的就是TRA的二级结构 三叶草原结构 这个三叶结构结构比较特殊 所以它就去考你 请大家把这个三叶草原结构印在老海之中 考了很多次 总在考你 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这个三叶草是不是像个三叶草啊 三叶草原结构有什么特点 从五撇到三撇蛋 大家看 这是五撇 这是三撇 从五撇到三撇蛋 五撇到三撇蛋 这回一圈 大家看 五撇到三撇 圆着个三叶草 周一圈 从五撇到三撇 这个三叶结构有三反一柄结构 三个盘 一个柄 哪三个盘 第一个盘 大家注意到就是这个盘 是不是 这个盘叫做DHU盘 DHU 刚才我们说的这是什么 一个什么 一个稀有间计 这DHU盘 这个DHU盘 大家注意了它的主要功能 希望大家给它搞定 主要功能考过很多次 识别安基酸TRNA 合成酶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蛋白质合成过程中 这些安基酸一定要先进行合化 所谓合化 就是消耗ATBD技術上 这个安基酸医疗跟TRNA 结合起来 形成结束 形成成酶 安基酸TRNA 那么合成这个酶就一个关键性的酶 叫做安基酸TRNA 合成酶 那么识别这个酶就是靠 DHU盘 这个TRNA来识别的 所以你看看 这就是TRNA TRNA在合成这个安基酸TRNA 在化合的过程中 那么它的专策 要一对应 也就是如果某种TRNA 只能预送某种安基酸 它这个专策 又怎么使它认识呢 那么就靠这个DHU盘来认识 认识这个安基酸TRNA 好了 这就是它的功能 DHU盘的功能 第二个盘 大家注意了 就换密码之盘 这个换密码之盘 当然就是识别遗传密码 大家注意 遗传密码在什么上 在M2上了 这遗传密码在M2上 换密码在什么 在TRNA上面 这两个不一样不要高分了 所以在TRNA上面 就是反密码之盘 它里面上面的密码 它里面上面的 是反密码字 换字 在M2上 大家看看 我们首先把它放大出来 看一看 你看看 我把这个密码字盘放开 大家看 反密码字换字上面 在UCC 大家注意 这是什么 这是反密码字 那么在密码字上面的 CGA 所以大家注意 这是密码字 在什么 在M2上面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在TRNA上面 三叶潮结构的TRNA 一个在M2上面 M2上面是密码字 TRNA是缓密码字 缓密码字 在哪 在缓密码字盘上面 所以缓密码字盘干什么 识别遗传密码 识别密码字 大家注意 由于密码字缓密码字 越多的方向都规定为 从5匹到3匹 所以你看看我刚才读的这个缓 密码字缓怎么读的 是UCC 我刚才读密码字怎么读的 读的是CGA 都是从5匹到3匹的 这样读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考试之后去考虑这种细节 你稍微不注意 复习的时候不注意 那么就搞缓了 好了 我们这大家看看 诶 这是第二个犯 反密码字犯 识别MRI上的密码字 好了 第三个犯就是T牌塞法 T牌塞法干什么东西 失败核弹问题 核弹问题干什么 核弹问题干什么 核弹问题就是我们说 进行蛋不质合成的常数 诶 这个维系罐子 你看蛋不质合成常数 维系罐子 识别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看 你的氨基酸要运到这来 进行蛋不质合成 氨基酸要识别 诶 你核弹问题 要到工厂里去 到哪个工厂去 也要识别 诶 氨基酸的排列税序 也有MRI 来给你控制起来 所以 这就表达了我们 在整个生物信息传递的过程中 第一个人的合成 二人的合成 以及蛋不质合成的过程中 保证信 保证的一双信息 代代相传 诶 诶 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所以 T1排三盘 就是识别核弹 蛋不质合成的工厂 好了 这三盘 一变 一变就是三撇蛋的这个末蛋结构 就是CCA枪击结构 CCA 每个T2A的三撇蛋 都是在CCA枪击蛋 都是在CCA 它就称为氨基酸解纳性 诶 刚才我们说T2A不是要携带这个氨基酸吗 你看看 诶 你看看 写的这些氨基酸都是T2A干的 那么写的氨基酸呢 就靠哪里写的 就靠这个三平摩蛋的CCA枪击结构 那写的氨基酸 叫做氨基酸解纳性 那么这个氨基酸解纳性 重视于CCA结尾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说的 这种T2A的三撇草结构 再次跟大家分析一下 T2A的三撇草结构 这是它的二撇结构形式 常常有三反一比 从5平到3比3有三个盘 第一个盘是DH5盘识别安基线 T2A合成美 第二个盘 那么就是缓密码字盘 主要识别M2A上的密码字 第三个盘就是T2A3盘主要识别核糖体 也就是蛋不脂合成的部位 那么一比 那个三变蛋最摩蛋的结构 常常是CCA枪击蛋也结束 那么这主要是携带氨基酸 用于蛋不脂合成 叫做氨基酸解纳性 这就是T2A的二级结构典性的 三反一比三叶草阳结构 这个结构考过很多次 希望大家把这个图重点掌握 把这个图印在哪里中 自己理解 一定要理解 这个再去答题 考了很多次 考了很多年 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10年考的这个实题 大家看 下来学乡中符合T2A结构特点的实 一个比实题是个大象 哪个符合T2A的特点 缓密码字 是不是 T2A中间有缓密码字 缓上面 缓密码字 缓密码字 所以正确答案达谁 其他的都不是 其他的都是M2A的特点 你看 M2A的特点 五匹末单有冒字结构 大家注意 五匹末单有冒字结构 这是M2A的特点 三匹末单有多结构 比也是M2A的特点 中间有开放预设章 所以A比D都属于M2A的特点 不属于T2A的特点 所以正确答案只有C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一年这个实题 大家看 下列关于T2A的叙述 错误的是哪个项 错误的哪个项 答案 分子中 含吸油检济角度 我们跟大家说 含吸油检济最多的就是T2A 那么它的吸油检济力量 大约占所有 R2A量的它10%到20% 所以是含吸油检济最多的R2A 当然这个正确 答案比 分子训练中含遗传密码 我们跟大家说过遗传密码在什么上面 遗传密码在R 在SinsR上 在M2A上有遗传密码 所以我们T2A上面的这个密码字叫幻密码字 就这个幻密码字 就是幻密码字 请大家注意再注意 所以分子序列中 含有的不是遗传密码 是幻密码 所以T2A上遗传密码在M2A上面 所以哪个错误 当然这个错误 因此正确答案 太阳内找出错误 就答B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C T2A上遗传密码字 具有是二级结构 我们刚才说到 它典型的二级结构 就是三级草原结构 三环一密的结构 所以正确答案 C答案正确 所有的T2A上遗传密码 都有它什么 安静的接纳性 都是C这个枪级结构 所以答案底向正确 所以错误的只有笔相了 好 这就是一年考的这个 关于T2A上的叙述的 哪个错误的 所以错误答案像是答案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T2A上遗传密 T2A上遗传密码 T2A上遗传密码 大家注意 这就是三级结构 这个答案的形成是因为 各种轻件的维系的 好了 这就是T2A的三级结构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R2A R2A大家注意不常考 考的比M2A T2A要少多了 所以R2A R2A考过没有呢 考过 只不过是不多 好了 我们跟大家说过 R2A是细胞的含量最多的R2A 它在所有R2A中间的80%以上 也就是这个维系罐子 这个维系罐子 大家看看这是蛋白质合成的常数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蛋白质合成常数 那么这就是维系罐子 你看维系罐子这个盖子 这我们叫做小雅基 这个大肚子下面的 这叫大雅基 所以无能原核生物 正核生物 都是由小雅基大雅基组成的 怎么合成这个维系罐子 跟我们R2A中间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R2A 那么它与核蛋白质蛋白 那么组成了这个核糖体 组成这个核糖体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核糖体 这个维系罐子 它是由什么区别呢 它是R2A R2A和核糖质蛋白 共同形成的 好了组成这个核糖体 这个R2A 有很多种类 你比如说圆核生物主要有三种 正核生物主要有四种 根据这个核 怎么来把它区分开呢 我们高速理性 当高速理性的时候 那么这个大小S 大家注意啊 所以这些S 这些S这些是什么 我们高速理性的时候是什么 这个单位 S越小 一般分子量比一小 假设比都比较大 分子量比较大 就是什么S越大 这些成长系数 大家知道 所以跟那个成长系数S不一样 那么把它分为三种类型 圆核生物主要有三种类型 5SRN 16S的RN 23S的RN 大家看看有三种类型RN 三种类型RN 跟它核格制不同的核蛋白 结果就成为那种 这种什么 我们所说的圆核生物的 A之中 维系罐子核糖体 大家注意 小亚基跟大亚基合成是不一样的 你看看 参与圆核生物的小亚基 那么圆核生物的小亚基 对圆核生物来说 小亚基比较小 30S 大亚基比较大 50S 那么参与小亚基构成的RN 常常是16S的RN 参与大亚基组成的 所以大家注意 有两种主要是5S和23S的RN 这三种你看看 所以构成圆核生物的小亚基的 这种RN 大什么 16S的RN 构成大亚基的 那么就是5SRN和23RN 相当对应的 对真核生物来说 那么它的RN就有四种 这四种的 18S 5S 5.8S 28S 那么核成小亚基的 那么是哪一种RN 18S的RN 那么核成小亚基的包括5S 5.8S 28S 和合成大亚基的 那么这个就它的核成 这个核成讨过一次 稍微不注意 大家弄错了 不管怎么样 大家对着我这个图 这样就很好记 不然那么你是硬背 也用错 所以大家对着这个图 好好的记一记 你看看 明白了 你就专门考了这个东西 大家看 夏天RN中 参与圆核生物 50S大亚基 组成的字 哪种RN 大家看 圆核生物第一 大家明白 第二个字 大亚基 50S大亚基 那么它的 RN只有两种 一种是5SRN 一种是23S的RN 那么大家在那边找 哪一个 单位B 23S的RN 不出来了吗 是不是 夏天今天这个题 我来改一下 我说参与 真核生物 小亚基组成的 RN是哪个 那就打 18S 那么RN 那就不都出来了吗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题 他就考的什么 比较变态 你平时不记 他就考你这种东西 所以像这种东西 记得了很简单 但是你在考试之前没有记 那么像这种东西 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 大家这么容易丢分 所以简单的题目 有时候也有丢分 就像这种题目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 非编码RN 其他非编码RN 大家注意 近几年来 常常考 为什么 前面的几种 典型的TRN RN SRN 都给它搞定了 专门考你这个 会有点心的 会有点心的 你不记不清楚 他就考你 所以特别进几年了 这个表格的内容 书上这个表格的内容 希望大家记一记 第一种 常年会编码RN 它的英文说写 常常都是英文作业出现 稍微不注意 大家都不知道什么 H H RN C RNA 那么它的细胞系的功能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因为怎么写 很少考虑 好了 核类小RNA SNRNA 在细胞核类 主要参与真核细胞 内含子的加工减切 所以我们说减出内含子 连接外线子 减出内含子的 常常是哪一个 HNRNA 很好主题嘛 我说参与真核生活 HNRNA内含子减切的 主要有个哪种RNA SNRNA核的小RNA 是不是给它搞定了 参与RRRN功能加工修饰的是哪一个 C-RNA SN O-RNA 核人小RNA 参与什么 是不是信号可力的 是什么RNA 保质的小RNA S-RNA 你看看 是不是就机场考你们 好了大家注意了 我记得07年考了什么 核美 核美 大家可注意了 这个阳文它就有一年绝门考了你 核美 所以你不记得这个阳文也不知道 那么是细胞类 具有脆域化功能的小RNA 参与RNA的简介 好了小肝染RNA 你看看小肝染RNA 我记得是15年考过大家 S-RNARNA 小肝染RNA C-RNA S-RNA 那么切个外缘性乳性的定义 所以切个外缘性乳性的RNA 那么外缘性乳性的RNA 来了来了我给你干掉 那么这就叫做小肝染RNA 肝染你外来的原因来的 这种RNA 跟调节转动有关系 还有一种是微RNA 微RNA就是小macro 卖RNA 所以在包子的主线 通过与RNA结合来调节 基因表达 它也可以参与切割这种RNA 所以这种功能你看看 你们说要有这个表格 它任意搞哪一个都会考你 所以这近几年考点 经营商考的这个小的表格 大家原来不允许注意 原来很少考 因为前面的这三种RNA 点心这种三种RNA TRNA 什么RNA考的熟度了 考的太多了 所以近几年经营商在这个地方出题 所以这种题目 希望近几年A考生 一定要注意 很难记 就是一几几年代号缩写都很难记 但是它要考虑 你没办法 是不是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15年就考了这个东西 它说 能使外院性如新的 基因表达的 MRI降阶的A核参数 那么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 SIRA 干扰RNA 它可以与特意的把RNA 就是像把细胞的把RNA结合 导致把RNA的降界 那么主弹换疫过程 所以能够降界RNA 降界MRI的 那么就是CRNA 叫做干扰A小RNA 所以正确答案打C 你看看这种题是不是很难做 好了16年再去考虑你看看 下列核参数 具有降界mr功能的是什么 A 具有降界功能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 具有降界功能的 什么 CRNA SIRNA 就是干扰小RNA 是不是 能够具有降界功能 与特性的把MRI结合 导致把MRI的降界 主弹换疫过程 这肯定是这样的 答案 好了大家注意还有个MIR MIR在你们书上什么一讲的 五连制加上没讲 我专门从八连制 生活化学教程上 445面给它找出来了 MIR MIR 你们书上没有讲到这个降界过程 所以它就搞了一个什么 基因转动调控 怎么穿过的 没讲到的降界过程 其上 在八连制 生活化学上面 专门讲到了 MIR 可通过引导相应的RNA 又导致沉默复活体 与把希望的MIR结合 初级这个把希望的MIR降界 所以那么谁一项也是正确 那么A一项HNR不均衣和RNA 这是性死人的先体 当然不能降界他自己了 不能降界性死人了 所以这个不能降界 所以没有他 好了答案第一 SNORNA 那么是参与RNA的加工修饰 不能降界MIR 所以也不要打他 因此正确的答案出来了 应该答B和C 所以像这种四题你看看 多么变态 你稍微不注意 又是二个人题 那么这种题目就很容易错 所以近几年年的处理方向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你很多很多 这种书能详的 年年考到的东西他不考你 就考在这隐蔽的地方 甚至书上都没有的 像这种题目 书上都没有 这八年之家他有 你们五年之家他没有 你做得到吗 你做不到 B卷考试有X 你能做到直升 你撞大运撞到了 所以像这种题 就相当的变态 大家是吧 在复习的过程中 注意也没办法 你不可能那么抄教材内容 再去看嘛 是不是 为了抄教材内容 你除非也是考 生物化学研究生 考得很深 不然你得不上死嘛 头入国产出不正正米 是不是 所以像这种题 你们注意都没办法 也就是他不想给分到你 这两份 大家注意他就不想给你 就这样 不让你得满分